好了 繼續來看這個中間便宜 為了要讓便宜感染 算補到新的規定 只要十四天來 有起過的 九月路由警示國家的民眾 暫時不能進去便宜來探訪 也才是看醫生 所以從今天開始 要進去這個中間便宜進場 會先用健保卡 來照顧你的路由數 所以這是早上 台北中間便宜的門口 就排隊排隊等等 不過我們的民眾都很可以理解 說在那裡的機関 會來支持便宜關節措施 中間便宜宣布風險措施 還在升級 如果是在那十四天來 監禁有起過中間的新加坡 泰國、日本、韓國 他們都跟義大利 他們都會進行分流 迫著民眾主義的經濟性 台北中間雜診民眾的路由數 在三點前來就帶到五位 有有一些路由數的民眾 沒辦法進去 這些是為了保護大家的安全 那並沒有要把病患拒絕 我們一天至少也有 三千以上的病患 在疫情擴散到以來 紛流關節主要是為了方法 沒有正常的患上危險的病患 雖然便宜就要15分鐘以來排隊 但是民眾的配合議員都儘管 在方言非常刺激 一切的措施都是以安全為考慮 專利鳳梓營來感染的風險